来讲一下慧根斯原理 比方说你今天看到的这个是平面波 这个一条一条线的是它的波前 所以波的前进方向现在是在向右边 那我们来看一下慧根斯原理的理念 它说当波在行进时 波前上的每一点都可以视为新的点波源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动画 这个是波前 那么在波前上面的每一个点 这是一条线 那一条线是由无限多个点所组成的 那这些无限多个点呢 就会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新的点波源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这些点波源的就会向外扩散 像这样子 向外扩散 那么在向外扩散之后呢 它来到右侧处 它在这个位置会形成所有点波源的叠加 那这些点波源叠加之后呢 就会形成新的一条线 那那个新的一条线呢 其实就是新的什么 新的波前 我们继续看 它就形成新的波前 那么在新的波前来说呢 新的波前上面的所有点 都各自会形成各自的新的球面波 新的点波源 然后再向外扩散 然后继续形成新的波前 像这样子 所以它会说呢 这些点波源各自发出圆形波或是球形波 它指的就是现在我们看这个动画 好 各自形成圆形波或球形波 如果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波是平面二维的话呢 它形成的就是圆形波 如果今天你看到的是三维空 立体空间的话 它形成的就是球面波 这样子 那么这些指波呢 会以圆波速前进 如果在这个界子当中 如果波速是10的话 那么这些点波源 它的波速也会是10 各自相同的圆波速前进 为什么呢 因为是在相同界值当中 那前进之后呢 在新的这一条切线 就会形成它们的公切线 那公切线造成波的叠加 又会形成新的波前 好 我们就继续看 像这样子 如此继续 如果对于球面波的话 好 这个是一个球面波 它的波源是在中央向外扩散 也是一样的道理 好 首先这是波前 在波前 在波前上方的所有点 都会形成新的点波源向外扩散 然后点波源互相叠加 就会形成新的波前 如此反复的继续下去 我们称这件事就叫做 会跟思源里